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网络购物时代来临 实体店面被网购打得七零八落 旧金山联合广场过去一向是观光客的指标景点 黄金店面店租当然贵 但是网购兴起之后 购物人潮大减 黄金店面门可罗雀 店家花大把的钞票乘租店面 搞到最后却写本无归 黄金地段风光不在 身价大跌 没有人租 旧金山联合广场空屋率达到6% 专家甚至预测 未来几年 美国还会有数万个零售店面结束营业 时尚服饰品牌Forever21 在去年申请破产 在美国和全球关闭了好几个店面 在旧金山市区的旗舰店也在去年底关门结束营业 过去联合广场有许多具有指标性的商店和百货公司 高档品牌林立 不过Masis百货公司南庄部在2016年卖给摩根史丹利 改成了办公大楼 商店关门 办公室进驻 已经逐渐成为旧金山市区的新趋势 去年底 美国有9300家实体店面关门 比前年有5500家店面关门的数字多出了七成 专家说美国的零售店面太多了 另外从关门的店面种类可以看出美国消费者对衣服不像过去那么热衷了 取而代之的是美装和科技产品店 实体店面搭洗牌 专家估计到了2026年美国将会有七万五千家店面关门打击 新闻进行来看 许多租房子的房客会被要求支付HOA管理费 最近Alameda County Castro Valley有一个社区的房客 有一个社区房客被要求支付2万美元的清洁费 用来清理废弃的游民区 引发了房客的不满 废弃游民营区在社区下方的河岸边 社区管理公司要求每一户居民必须分摊300美元 房客不服的说 处理废弃游民营区的清理费用是县政府的责任 怎么可以要求成租的房客来负担 问题癥结就在这个营区没有篱笆 没有标示物业线 所以过去一直没有确定 这块废弃的游民营区究竟属于哪一个单位所有 直到去年8月 县政府才公布营区隶属社区的管理范围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